中国国家安全部27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菲律宾多次的违背自身的承诺和中非共识 在南海连续姿势挑衅性质十分恶劣 严重侵犯中方的领土主权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文章提到今年8月以来 非方的侵权挑衅行径变本加厉 多次的派遣海警船公务船等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以及先兵礁临近海域 以危险的方式接近或是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 并且一再地勾连域外国家企图散布虚假言论 为其侵权挑衅行径提供所谓的合法合理性 文章也强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而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 绝不接受任何威胁 胁迫和无端攻击指责 非方应该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抹黑巧作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完全由非方来承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